我很喜歡我的工作 作為一個消防員 我感到自己很自豪 不單止是因為我可以救到很多人 而這份工作也可以實驗了我對自己的價值 在三年前我在理工大學畢業之後 在一位已經是消防員的朋友影響之下 我對這份職業起了興趣 我非常幸運 經過了體能和筆試還有面試之後 我在幾千個投校消防員的人裡面 我就成為了其中一個最後被吹錄的人 我們在消防局裡面每天都會有些訓練 包括一些救火和救人的訓練 除此之外我們都會有體能的訓練 當沒有突發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會在辦公室裡面做一些簡單的文書工作 或者一些制服的保養的工作 我們是24小時都是一個後命的狀態 只要一有事件發生 我們就會立刻去廣道現場做救火或者救人的工作 最後來說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在2011年11月30日 在旺角花園街發生的火警 那個火警發生在晚上凌晨4時的時間 花園街會有兩邊排檔 我們在消防員四分鐘後 到場的時候已經發現兩邊的排檔已經起火了 由於排檔的關係 火勢都很迅速地蔓延起來 最後就會蔓延到排檔後面的兩座堂樓 火和煙都迅速地沿著堂樓的樓梯一直向上蔓延 在這場火災都接近燒了10小時 我們消防署就派了超過200個消防人員去灌救 雖然最後都成功地控制了火勢 但是這次的火警都造成了四個人死亡 以及幾十人受傷 這宗火災是香港回歸以來最多人受傷的一次火災 對這件事件我都很難過 但是同時我也感受到自己的責任感是很重大的 有些時候很多小朋友都會來到我們這裡消防局去參觀 我們就會跟他們說一些防火的知識 或者一些消防其他的知識 他們很可愛 我們又很喜歡他們 這個工作我已經做了三年 我就覺得我自己越來越喜歡它 作為一個消防員 我的理想就是希望可以為到市民服務 可以令到香港成為一個安居樂業的地方